大家好 我是善盈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買衣服達到這個喪心病狂的程度 今天我又繼續啦 來了韓國9天 只是9天 買了22件衣服 所以我今天就分享一下我買了什麼衣服 首先其實那22件衣服我只是逛了兩間店 那一間就是新村裡面的小店 還有Spao的Sale 然後我首先介紹一下小店買了什麼 那就是我身上這條裙 那它是這個米黃色和啡色的格子 它這裡有幾層的線 然後第二件就是連身裙 長袖的 因為韓國晚上開始轉涼了 溫差比較大 所以其實這些薄薄的長袖很適合穿 這裡又有一個 這裡又有一個 橡筋 可以收回你的腰線 然後呢 很便宜 認真很便宜 1200W 就是等於100元 OK 真的 質地是摸上去不是硬的 這件冷衣 它這裡呢 我很喜歡它這個 smile 好像提醒自己要整天 positive 然後因為考慮到晚上可能溫差大 所以戴一件薄薄的外套 當下風也不錯 所以就買了 然後呢 這件 這樣吧 然後我就想著這件的連身裙 裡面可以內搭一件黑色的長袖衫 這樣也可以搭 都是200元 這條裙 很有特色 這樣吧 它也搭配這條裙子 哎呀 打結了 搭配這條裙子 就是這樣的 超美的 這個pattern 是很特別的 你知道多少錢嗎 70元 黑色長袖 這件 有扭的 那如果 好 可以可以 這裡開扭的 扣下面那顆 這樣呢 會顯得不太肥 然後 第二件又是內搭那些 打算買來搭的 一件藍色 其實都是內搭來的 這些純色的長袖衫 打算搭半支裙 或者搭短褲 這樣 沒事 還有 這件 有雪山 我喜歡這個雪山 而且它的色調超好 因為灰色 藍色白色 還有它後面 還有一個超大的雪山 很漂亮 所以就買了 然後呢 這個 它是中袖來的 又是啦 凍凍的的時候 又可以穿 還有覺得挺特別的 這件 米黃色 粉色 還有藍色 這樣搭 多少錢 50元 哈哈哈哈 這個 其實都是內搭來的 但是呢 它這些邊邊位 是這樣的 所以覺得挺有特色 不錯 它除了衣服 都有之外 其實它這裡 下半身最尾的位置都有 還有呢 它穿上身呢 腰是貼的 所以呢 都顯得有腰線 好 講完小店 講SPAO 真的很划算 SPAO減價 超級划算 這件 70元 我打算冷冷的的時候 因為我真的超怕冷 冷冷的的時候呢 就可以穿這件衣服 它裡面呢 是有些毛巾尿的 所以是感覺都比較暖 那我剛剛呢 就介紹了小店那些 黑色的長袖衣 如果真的太冷的話 我打算是穿 黑色的長袖衣 外外穿這件 就會超暖 還有 還有 你知道這件牛仔褲多少錢嗎 是有兩件牛仔褲 我待會再講第二件 這件牛仔褲 84元 神經病 我可以試一試 其實我家裡有牛仔褲 但是我看得太划算了 而且我沒有這隻 新牛仔褲 所以就買了 這條SPAO的裙子 打算是內搭黑色的長袖衣 然後就有一條這樣的 冬季格子 這樣就會很漂亮 配搭上 又是100元 又是100元 然後這條裙子 因為韓國很流行這些裙子 棒球裙 所以打算試一下 穿這些裙子 如果太冷的話 可以先加那些很厚的 保暖的黑色 這樣就配搭上 然後 84元 然後呢 因為有時候 就不想穿得這麼斯文 可能比較sporty 比較方便 舒服一點的話 就可以穿這些裙子 粉紅色 可以配搭一些文青少少的色系 例如米黃色 啡色 都配搭的 所以特地選了粉紅色 70元 又是70元 超級 然後呢 這個又是 買來冬天穿的 秋冬穿的 它這裡呢 這些是絲絨來的 所以呢 想著呢 可以冬天的時候 可以搭配黑色的長袖衣 然後搭配這一件 然後再搭配一件外衣 大衣的 那就完美了 然後買了一條 運動褲 其實是很普通classic的運動褲來的 純粹可能呢 在家啊 或者做運動的時候 可以穿的 其實呢 我買給我男朋友 但是不要告訴他 不過呢 我post這條影片之後 應該送了給他 想著 因為呢 因為呢 他做gym 所以呢 考慮到 他會 做gym 冬天的時候 所以就買 這件 純粹是一件普通的白T 但是因為喜歡他這個 他這個綠色 這個圖案 所以就買了 可以普通襯一些 牛仔褲 牛仔短褲 或者 黑色的長褲 好像50元 對呀 50元就是 超級低 有牌子 50元 然後還有一件也是50元 Journey 我現在搭上這個韓國的Journey 所以超重 七彩繽紛 50元 然後呢 又是買給男朋友的情侶襯衫 一人一件 那我打算呢 就拿這一件 然後送給男朋友就是這一件 這樣咯 都幾好啊 裏面呢 裏面呢 搭一件T 這樣 然後這件就當衣 這樣 兩個人 牽著手的走 出街 不錯 兩件加起來 84元 每件70元 超級低 還有這件 這件牛仔衣服 超級低 因為我平時也是 喜歡穿一些 比較 米黃色 啡色系的 顏色 顏色的衣服 所以這一件是超重 挑中我的Style Good good 那呢 我那天二件衣服 都分享完了 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 記得Lik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和Follow我的IG Andyong